嗨 大家 我是溫燒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還沒有訂閱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訂閱 那我們就3 2 1 夏天要到了啦 會不會這支影片一出去 然後我就被罵罵了 有的 歡迎收看衝浪日記第六集 看到我在哪裡了沒有 睽違了將近去年的12月呢 我剛買了板子嘛 下了一次水之後 就是上一支野衣把他放在這邊 我從此就沒有再下水 原本買那塊板子的用意呢 是想要說 因為冬天衝浪的人比較少 我就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呢 好好的把短板練起來 隔年2021年 也就是今年的過年的時候 我就可以變得很厲害 殊不知從那隻下水之後 大家就揪不到 然後冬天的時候這邊人很少 這邊有季風的影響 所以可能會去其他的地方 浪空會比較好的浪點去衝浪 所以我也不敢自己更來 於是乎呢 就這樣子拖拖拖拖拖拖拖 到了這個時候了 現在已經是3月底4月初的時候 所以看到我在這邊 也就是告訴大家 夏天要到了啊 那既然呢 好不容易來到海邊 然後又要繼續我的衝浪日記 上一集的衝浪日記是帶大家去 室內衝浪大家有看了嗎? 我一定要把他放在這邊哦 覺得我昨天不應該進健身房連續兩次 沒有想到今天會來衝浪 所以呢 我就早上去練了一次背 晚上的時候又練了一次肩膀 還有腹肌 今天真的是 不行 你知道嗎? 尤其我又是剛換短板 練短板 完全不行耶 你要練前夜也潛不出去 你要練滑水 我也滑不中 滑個兩三下 我就不行了 今天真的是一個挫敗之日 但是沒關係 反正你剛換短板就是 會經歷一段挫敗的時間啦 大概會經歷個幾個月吧 當然是如果越平凡來練的話 應該會減少那個時間啦 所以我今天雖然挫敗 但是我也沒有到非常的知弱 因為我就知道一定會經歷這些事情 我自己已經有料想到了 心裡已經建設好了 今天就是來帶我的板子 回家一下 他已經很久沒有回家了 回到他的海水裡面 來泡泡水 最近的浪況比較好一點點 受到的季風影響 開始已經變小了 大家已經可以開始準備你的衝浪行程 那一定很多人會問說 我不會游泳怎麼辦 那衝浪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衝浪會很貴嗎? 這些問題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啦 或是呢 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衝浪日記 我放在這邊很詳細的解說了 到底衝浪 會不會貴呢? 好不好玩呢? 那是在玩什麼呢? 我都會放在這支影片裡面 可以去看看 如果對衝浪有什麼想問的問題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來跟我來的朋友呢 他現在在那邊 等一下我們飛空拍機去找他一下 今天就帶一些衝浪畫面給你們看 我現在就要來飛空拍機去找看聊宇宇宇宇 好漂亮喔 有人去看找我看他在哪裡 在哪裏呢 在哪裏 我直接去外面找他好了 是非咯 看可不可以找他 是那一個嗎 是那一個嗎 不確定 我們來找找看 我幫你翻得很帥 就你都沒有起來 我還幫你環景拍 你看你上岸的時候多帥 有沒有很壯闊 感覺我是選手 好像很厲害一樣的紀錄片 對啊 衝浪感想如何 褐色的 褐色對不對 你有站起來嗎 但為什麼有時候要衝浪 衝浪就是在衝浪 不要 不要 不是這原因吧 他剛才說他衝起來的時候 他終於懂衝浪的時候不敢 因為他有一次站起來站很久 很爽對不對 褐色褐色 我們的探訪嘉賓 今天居然沒有跟我們探索 飛舞 四月再來啊 我剛才跟他說 我絕對不要問他一句話 就是 你還會再來嗎 因為問了這句話的人 然後說會再來的 都不會來了 可是可能也不是大家都那麼愛衝浪 對 所以讓打來打去 但是我今天衝浪這機 好像都沒看到什麼衝浪畫面 我最後一直在那邊飛空拍機 然後找廖宇謙 然後都找不到他 找了好久 他還叫我走開走開走開 我又沒有擋到你 我在側邊耶 我就是想拍他衝起來的樣子 結果我拍他 他一個都沒衝到 反正呢 今天也好像沒什麼拍到什麼畫面 但是今天就是 算是一個開村 這是開村耶 開村第一衝 然後順便帶我的板回家 我今天呢應該就會把我的板 既放在藍洋那邊了 應該就我們要再把他帶回去 不然每次要讓他帶來帶去 有點麻煩 之前還想說那張板呢 我可以帶了他的全東西防衝 結果殊不知 沒有記得這半年 哪裡都沒有記得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雖然沒什麼內容 但是就是紀錄一下 有人第一次衝浪 第一次跟廖宇謙約衝浪 然後還有來探班的人 還有我的板 回家 我會把你的人設建立起來 他就是一個喜歡吃很多 莫名其妙刺青的人 來跟各位介紹一下他的刺青 我看一下大家懂不懂 就不要再問我刺青師是誰 這個刺青 你不要勾住我的刺青 小朋友畫的好不好 在底下留言 有人懂嗎?這是什麼? 超可愛 這是手刺 我吃了四個小時 他說要模擬出這種手繪的感覺 很有技術含量 是有技術含量啊 但是我真的是 沒辦法懂 我會不會 不是刺青 會不會這支影片一出去 然後我就被罵發 很沒有Cense 沒有Cense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非常的幸運 剛好在海上啊 都有遇到 教導我們的人 因為我覺得這次 我只是短板第二次下 有很多需要糾正 以及需要別人指點的地方 剛好都有遇到 我覺得還蠻幸運的 那今天這支影片 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自己學分享出去 想看更多衝浪相關的東西呢 就會記得追蹤我的衝浪日記 想追蹤我更多的生活日常啊 或是影片紀錄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粉專 還有FB粉專 那我是溫泰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啊好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